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关于这个三服帖 还有中暑的这个暑气的一个课题 分享给大家 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呢 那后学原本要更早进 从台湾回来 因为后学回去台湾以后 发现台湾这个疫情更严重 那没办法 机票已经订好了 然后起来是按赋就班照表超科的 看了比较多的台湾的这个病人 然后呢顺便呢 也进修一下 所以说这么晚才回来跟大家 那现在看这个人数呢 有慢慢回来了 30个 不错不错 后学在想这个久没有回来 大家都忘记有这个课堂 那其实还是要非常感谢这个利点燃丝 特别的精气男排 后学在台湾的时候 点燃丝就非常的慈悲 那就后学说 这个课堂啊 非常好 那不管是东岸的 纽约的 德州的 西雅图的 北加的 都会在这个一个团体里面 在这个论里面共聚一堂 那这个在这个论里面呢 又不仅仅是我们这个 哪一个佛堂 是很多的一贯道总会 我们所有可能彼此都不认识彼此 也有可能大家认识大家 但是就是因为这个机缘 点燃丝尺碑 这个让我们有这个平台 让大家邻居在这边 然后呢 这个互通有无 不管是哪个佛堂 哪个地方 都嘛是需要我们身体要健康 对不对 像之前这个 Oregon 在我们上面那个州嘛 这个 这个后学有去问这个 我一个学姐 她说他们那边很热 热到40 40 摄氏好像要40度啊 反正就是挺热的 然后这个 很多地方 尤其在西雅图 也是出现了高温的状况 所以呢 后学就今天的课题呢 特别会讲到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讲到三伏贴 三伏贴是一个 中医特有的一个 治疗方式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这个 中暑 那比如说我们平常天气要怎么分辨啊 那个中暑要怎么办啊 后学会在这边 一一的这个跟大家解答 尤其是比如说 很多人没有在这个中医 比较多的一个州啊 那如果你中暑了 我们就会有特有的这个方式 叫刮杀 我相信老一辈的人 都会知道刮杀这个方式 那这个刮杀呢 甚至呢 还已经是 后学不管去哪里疫诊 比如说去巴拉拉龟疫诊 去南美洲疫诊 甚至吃剂很多疫诊 他们三不五十 就是拿一个这个汤匙 就在刮杀 对那等一下会跟大家解释就是 刮杀的用意是干什么的 还有呢 为什么要刮杀 那这什么样的人是不能刮杀呢 都会在今天这堂课 大概我们来分享一下 好 三符贴 大家不知道 有没有听过这个贴三符贴 想必从台湾比较多的人会有三符贴 还有这个福建 东南海沿海的 比较有这个三符贴的一个 一个名词 来 好 那我就要先问一下 有没有人呢 长期有这个哮喘啊 比如说 从小就有哮名声 然后呢 或是慢心自弃管炎 甚至逼过敏 我们在这个花粉剂的时候 容易很容易逼过敏 比如说 像很多人 在美国生活的十年 七年十年以后呢 就会发现 有一些季节呢 花粉特别多的时候 就很容易打喷嚏 跟这些肺息的疾病 过敏性鼻炎 四肢寒冷怕人啊 免疫力低下 甚至反复感冒 反复感冒很多 就是说 有些人这个 我们中医叫素体虚 那就是说 常常免疫力低下的人 三不五十 比如说 正常人一年感冒个两三次 最多了 他每个季节都在感冒 甚至感冒超过四五次 那个这个反复感冒的人呢 他就属于素体 比较去肺细的 肺细这个 保卫 比较不好 那我们就是需要 这个去治疗他 那这个时候呢 就会 以这个症状呢 大家会 中医是会推荐的 这个三幅贴 好 那我们要说三幅贴之前 要首先讲三幅贴 那三幅贴是出现 这个是气 是在节气上面 小鼠与地球之间 为什么叫三幅呢 就是说是一年之中 温度最高的日子 浮呢 我们叫浮浮前进 浮就是浅行 浅浮的意思 那三幅贴呢 就是指浮血 中医认为呢 不管是任何的 外伤杂病 不管是 就像现在的这个疫情 新冠肺炎 一样啊 这个细菌 也是属于 也是属于血 那我们常会说 这个正气 如果构足 血气 就不会侵犯到你 一样的 那这个血呢 这个浮呢 就是讲浮血 那六血呢 我们就说的 平常说这个血气呢 就是风寒 鼠湿 灶火 都是血气 它会伤害到 我们身体的 那属血呢 是其中一个 那三幅天 就是农历 就是说 每天 我们这个日照呢 制造最高的地方 所以这个 以这个三幅 以这个日照最高 地表面积 热量累积最高 风天气就最热的时候呢 把它定立 把它定立一个三幅 这个季节 好 那这个 治疗的方式呢 其实很早就有了 不是说 虽然这个方式 三幅贴 是在清朝 但是其实这个呢 原本就是在古书 就有记载了 我们叫天鸠的疗法 是中医传统的外治法 那这个天鸠 就是说 可以追溯到宋代呢 这个针 针针之身境里面呢 它特别有 这个 有盛行 有说 拿这个白戒指呢 贴在皮肤的一些穴位上面 治疗某些疾病 就因此而来 所以清朝呢 把它发扬光大 清朝呢 在这个 用天干跟地支 算出了 三个根日 就是这个 根在五金 五行里面是属金 金就是入肺 在这个根日的时候呢 特别对这个肺虚啊 过敏啊 体质状况比较差的呢 来进行治疗 那它是属于一个 这个 大家会想说一个叫 中医会说一个名称叫做 东病下治的治法 过敏思逸呢 就是说 我们平常气喘啊 鼻子过敏啊 都会在什么地方 大部分都是 在冬天 耗发严重 比如说有些这个 在比较北边的人呢 天气一冷 呼吸到冷空气 他就开始喘 那尤其是这个肺气呢 我们呼吸到冰冷的空气 就是打喷嚏 有没有 比如早上一起来 你遇到冰冷空气 会打喷嚏 打好几个喷嚏 正常的人呢 打了一两个喷嚏 就 我们肺就暖和了 然后就OK了 那有些人就是说 一直打喷嚏 打到坏了 都是 一直打一直打 一直打 那就是肺气比较虚的 这个部分 那我们就会在 这个冬病的时候呢 在夏天治疗 在夏天治疗 冬天的病 这个叫做三伏贴 那这个日子呢 其实后学在 不管在微信上面呢 我在这边发表给大家 就是在2021年 现在快接近了 后学在下个礼拜呢 诊所呢 就会准备很多 这个三伏贴的贴片 那去做这个三伏贴 那时间点大概做到 在7月11号到7月20号 7月21号到8月9号 8月10号到8月20号 这段之间 这个就是刚刚后学说的 这个 以这个三个更日 就是阳气 刺激到最高点 人体气血 在这个表皮皮肤毛孔 最张开的时候呢 用药物去贴在皮肤上面 然后药物渗透到呢 去帮助这个身体的震气 去驱除这些血气 那我们就在这个时间呢 去做这个三伏贴 这个时间点 大家可以记一下 如果说你们周遭 有这个中医诊所在做的话呢 你们也可以 如果有这个过敏症状的人 也可以去做 那有些什么症状呢 你可以去做这个三伏贴呢 主要来讲呢 第一个呢 就是说 过敏性体质的人 这个里面就特别讲到说 不管是气喘啊 过敏性鼻炎啊 异味性皮肤炎啊 成人的哮喘 慢性之气管 肺气肿 那西医来讲呢 它的过敏反应 指的就是说 你诱发 这个 身体刺激反应的因素 打喷嚏 咳嗽 炎症都是 大部分过敏都会发生在鼻腔 甚至皮肤啦 那其实一样的 我们说肺主皮毛 中医认为说肺主皮毛 为什么这样说呢 就是说肺部的虚弱 或是肺部的不良反应的话 会引起皮肤 常常容易有皮肤炎 甚至是过敏的症状 那 这在上呼吸道是会打喷嚏嘛 那在下呼吸道呢 就是这次我们新冠肺炎 最侵入的下呼吸道 就会变成喘 此类呢 这个 就是说 先天就不好 西医就会去认为说 你是属于过敏性体质 相对来讲呢 那中医就会认为 用这个三幅贴 可以把它 这个肺的这个寒呢 虚呢 跟痰呢 达到一个趋感的作用 甚至说 那个 要预防 新冠肺炎的话呢 也可以用三幅贴 去让你的呼吸 呼吸道呢 比较有反应力 不会说这个病毒一过来 就直接沦陷了 好 好 再来第二个呢 是说脾胃消化器官的问题 那主要来讲呢 身体体质呢 要偏虚偏寒 什么叫虚呢 虚的时候就是说 你吃这个 比如说你按摩啊 比如说肚子痛的时候 你按摩它 按摩肚子 你会觉得比较舒服 甚至说这个 女孩子经期来的时候呢 你温热它会比较舒服 那你补充一些能量的时候 它会很棒 你会觉得很快乐 会比较 不会那么不舒服的话 这就是属于比较虚寒的体质 那比如说就有些人 容易发生这个 胃脏啊 是寒性的胃脏啊 疼痛啊 甚至大便呢 比较软腹泻的问题 都可以用三伏贴去做治疗 但是要连续搭配个几年呢 虽然它没有办法沥干净 但是慢慢慢慢的 就是这样刺激我们穴道 把那个药片呢 慢慢慢慢渗透在我们经络之中 当然了 还是要搭配一些饮食 那比如说这边有看得到 体虚者反复感冒的 酒壳的 腹泻的 胃脏 虚性的胃痛 还有这里呢 也写说这个反复上呼吸道感 刚刚讲过了 复科级 这个就很特别了 复科疾病呢 这个常常会筋痛啊 白带啦 或是体质偏寒性者 也可以贴三伏贴 那这个筋痛呢 就会特别是说 你冰起来呢 血块比较多 然后呢 得温痛减 就是说你敷个暖暖包啦 或是温热它呢 你的这个疼痛会减缓的话 这个很适合 那白带也是 那如果说 无妇女科有白带的话呢 大部分是透明的 甚至是有一些这个偏水状的 那主要来讲 这个属于是寒性的白带 那比如说 你的白带颜色呢 提外的话 如果你白带颜色特别 有一些这个黄色的 或是白色的豆腐渣样的话 那个是细菌性感染 那个就要就医 好 那这边呢 特别是讲的就是透明的水状的 这个白带 偏体寒的 这个也可以 还有啊 这个 疲胃虚弱的 比如说这个 常常吃东西啊 一直拉肚子的 后学这次回去 有一代一个很特别的病人 两个 其实它是过敏性结肠炎 那一天呢 他说上厕所呢 上到七次左右 七到八次 有些时候呢 超过十次 那用药呢 会改善 但是还是会一直上厕所 一直跑厕所 那这个状况呢 就比较特别 那那个 后来经过中医的治疗 的确是有慢慢的改善 至少改善到一天 上厕所排泄 大概四五次 但是还是 还是需要 再治疗一下 好 再来就是说 关节 骨头关节不适者 寒气 入身体里面 除了虚寒体质 还有脾胃不是以外 我们的骨头啊 关节很容易产生 这个病变 毕竟我们这个 比如说 肩膀啊 最容易就是脖子 这个地方 最容易的 就是说 我们不停在现在 3C产品之前面 要不停地用电脑 很多人因为 在这个疫情的关系下 大部分都是在这个 不在公司上班 都是在家上班 那在上班 就变成说 不是只有 上班八小时 这样子 等于说 整天可能都要 不停地去回疫苗 不停地看iPad 不停地做工作 那脖子呢 肩膀呢 就会变成 一个很大的负担 那比如说 这个慢性的 关节疼痛啊 这些的话 的话呢 也是可以用上部贴 温透 温透他的这个皮肤 达到经络 甚至把这个 药力传导到经络 改变关节的 不适感 那其实这三个 关这个地方 贴的这个地方 都不太一样了 大部分中医师会 因为你 告知他不舒服的点 还有哪边的问题 他做过诊断以后呢 会贴相对应的部位 比如说 这个 后面应该会讲到 好 比如说这个 我们讲 心跟小肠相表里 我们这个经络来讲 心与小肠是相表里的 所以说那个 如果心经气血旺盛 相对来讲 小肠经的气血 会旺盛 那小肠经是怎么走 如果听过 后学好像上上师的课 后来特别有讲 小肠呢 是走 手指末招的 然后经过到你的手肘 然后到你的肩膀 环绕肩膀的 所以小肠经呢 走肩膀又走肩颈 所以我们叫 又称为这个肩脉 所以举凡是有肩颈 不是僵硬 这也可以在这个 也可以贴三幅贴 把你这个小肠经 疏通疏通 好 这边就大概 我后续再讲一次了 就是说你有什么问题 比如说感冒的 肠胃疾病的 慢性腹泻 肠胃疾病的 打喷嚏 这些你有没有注意到 所有这个地方都是什么 都是缺乏 缺乏了能量的 我们中医都认为是属于比较虚正的 虚正的呢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三幅贴 去做改善的这个动作 好 那后学分享了一个 后学来分享一个 三幅贴的一个视频给大家看一下 但是广东话 封门 看不到视频了 郭医师 搞定了 我们吃完呢 就等他各个月位呢 去温通 那就可以 郭医师我们看不到视频了 我们只看得到您的文章 分享我们没有看到您的视频 看不到视频 好 我重新 我重新 不好意思 我重新再分享一次 好的 这样看到了吗 这是贴着这个上面的这个穴位 好 适合个人的这个位置 搞定了 我们黏完呢 就等他的那个月位呢 去温通 那就可以看到这个功效了 大概一个星期左右 会不会再一个人贴 九个字之后就可以剁了 是 那现在就黏了十分钟左右 那我就觉得那些药贴呢 热力就开始散发出来 那还有呢 就不痛的 很舒服暖暖的 今天就是做完天救疗程的第二个星期了 那我也想分享一下呢 有什么改善 那我明显就觉得自己呢 没那么怕冷的 手脚冰冻的情况真的改善了 那譬如说我出入冷气 或者回到办公室的时候呢 都不需要说立刻穿上一件外套啦 那这件事是 我觉得是特别明显的 另外呢 就是我M 来的情况啦 那就觉得自己的M 来得顺很多 还有少了一些血块的 那还有M 痛的那个状况呢 都改善了的 所以我觉得如果是有需要的朋友仔呢 都可以试下这个天救疗法 希望都帮到你啦 因为我自己 好了 这是刚刚这个分享的 他 分享关于他使用过后的他的感觉 我来再次分享看看你们 好 那大部分呢 这个其实这个三幅贴其实蛮 蛮方便的啦 那我们在台湾呢 或是在美国这边呢 我们都会贴 那贴的时候呢 甚至连小孩子 有些这个五岁的啊 六岁的啊 他们都会贴都没有问题 那贴上去呢 就是有点温温热热的 然后过了一阵子呢 比如说贴上去呢 大部分我们要求呢 能像刚刚大家看得到 贴上去大概就是维持能 如果能维持在一个小时半 到两个小时最好 那如果你不觉得疼痛的话呢 甚至你可以放久一点 放四个小时以上 那他们让他这个要性呢 在最热的天气 藉由这个 散伏天的这个热气呢 慢慢传导到我们的 经络上面 那为什么都贴在 你刚刚看到他贴在这个部位 他都是贴在这个 我们 看一下他我没有 我没有放 没有哈 他是贴在这个我们 膀胱筋后颈部的这个地方 为什么呢 因为呢 我们后颈部呢 分别有这个肺疏 大风 肺疏 绝音疏 肝疏 这个地方 那肺疏呢 就尤其是掌管我们 所有上呼吸道的这个 肺部的一些虚的症状 去把它提升肺的这个免疫力 所以就会贴在我们的背 被子上面还有封府啊 封门这个地方 甚至有些呢 会贴在腰的地方 比如说常常之前呢 我有一个这个 一个也是 中年的男子 他40岁 他打雨 常常打羽毛球 那打羽毛球呢 他就会是说 每年呢 他就是在这个冬天的时候 都特别容易腰酸 平常夏天就不会 那我就建议他贴这个 散乎贴 好像是贴了两次而已吧 他贴了一年第二年 贴完以后呢 他就再也都不会有 这个腰酸的问题了 那相对来讲 他贴的地方呢 就会在我们哪里 在腰椎的附近 比如说 这个 我们腰三 腰四 这个大肠书 肾书的这个地方 贴了一阵子 那他就会改善很多 另外一个 比如说 刚刚后学讲到这个 慢性结肠炎的啦 还有这个脾胃虚弱 这个地方 我们会贴的部位呢 就会在我们平常 中医认为 前侧任脉 这个气海啊 官员啊 这个地方呢 去贴 那哪个症状呢 我们贴的方式都不一样 贴的穴位都不一样 是针对 我们病人去做调整的 所以我常说 这个中医啊 我们不是就是 一样的东西 全部都同样的药 同样的方式 我们还是要客观的去做 这个我们个人客制化 每个症状不一样 去做调整 好 再来 就是 三九贴 刚刚后续 大家就问说 你这个 最热的天气的时候呢 要贴 那请问这个 有没有 最冷的时候贴 也有 所以你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三九贴 就是三九天呢 就是相反的 就是在我们冬天 最冷的 这个三个季节呢 我们去做这个 也是天旧的这个方式 但是这个不在 今天的讨论范围了 因为毕竟这个 冬天的话 有冬天的时候 再贴的这个穴位 所以说这个 我们今天就不再讨论这个 所以大部分来讲 以三次 三年为主 大部分都是三年 然后每一年贴两次 那就是三个最热的天 为三幅贴 三个最冷的天 为三九贴 那这样就得到这个 对于这个慢性哮喘 效果很好 我们有这个小病人 五六岁的 那个常常传的病人 贴贴贴贴个两三年 真的他就不怎么传了 那很明显 后来他还这个 所有的这个家里的 所有亲戚都过来贴 那传统的三幅贴呢 我们都会因为有这个什么 有里面的成分 有中药 都是中药的 白戒指 干碎 这些还有干浆 对于皮肤会刺激的中药 所以说在这个贴的过程 难免都会有一些皮肤 有些时候会红 一定会红的 那或是说皮肤 甚至贴久了 会有一点点发泡 那 这都是属于正常的 那当然了 发泡的就是说 他里面有起小水泡 小水泡就容易感染 所以说我们尽量的 就是贴到 他皮肤刺激感 就不错了 然后不要拿他发泡 就可以了 那当然了 我们有些禁忌 这边是禁忌症 比如说孕妇的人 就不能贴了 孕妇呢 我不是说 这个记者 我以前有讲说 肩颈这个地方 我们肩背这个 孕妇有几个穴位 不能针灸 也不能按的 大家知不知道 应该我有讲过了 我再复习一遍 第一个 和骨穴不要按 和骨就是在 我们手 大拇指 大拇指跟食指 最底的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我们不要按 这里 这是第一个点 我们手指夹起来 最肿的这个地方 就是和骨穴 你可以这样说 这个地方不要按 第二个呢 肩颈穴 我们肩膀 拍背拍背 这个地方 肩颈是地方 不要按 也不要整 第三个地方呢 就是三阴胶 三阴胶 三阴胶在我们的 小腿的内侧 脚踝踝上面 三寸 这个三阴胶穴 大家都不知道 你可以去查一查 这三个地方 是不能按 不能针 贴的话 我们甚至也不要 因为这个 感谢天使的 然后后学手上 有几个这个 不孕不孕不育的 这个病人 我们也开心 好像是他 他好像是 有一个是在五月份 好不容易 这个怀上的baby了 他还是 好像是我们 道青介绍的 那 对于他们来讲 特别要讲 就是因为 我也每次都嘱咐他们 这个些地方 比如说这个肩膀累了 不要去翘他 毕竟现在这年代 我们要怀一个 怀上一个很困难 那怀上了以后 我们就要好好好好的 让他这个顺顺利利的生产 所以有些地方 我们能避免 这避免 虽然说 我们在正常的生活 体制来讲 没有说 做这些地方 按压这些地方 会造成这个流产 或影产 但是我们还是 遵循古人的话 这些地方 都不要去按塌 那如果要悲孕的人 那个怀孕的人 这个 脚也不要尽量 不要穿高跟鞋 也不要骑这个 骑机车 为什么 骑机车 你后面要跨的时候 你脚就要悬空的 或者说 要脚尖去 垫那个 垫那个 垫地 这是特别 都要跟大家讲一下 好 再来第二个呢 就是说 两岁以 对不起 两岁以下的儿童 我们必须要贴两岁以上 两岁以下 我们就不贴 我们贴 大概是四五岁以后 才会贴 这打错了 再来就是说 这个 肺结核 比如说肺结核的问题 新冠肺炎 再也不会找我们 肺炎的 这个炎症期 支气管扩张的 这个人 或是急性咽喉炎 你没有发现 刚刚后学 特别谈到 这个贴这个呢 是给虚寒体质的人 如果带贴的那时候呢 你有急性咽喉炎 哇 喉嚨很痛 扁桃腺肿起来 急性扁桃腾炎 或是急性热感冒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觉得说 那我们再换几天再来贴 不要在这个时候贴 那再来就是说 贴的时候呢 我们不要吃 我们要寄烟 寄酒 深冷油腻辛辣都不要吃 因为它就已经在最热的天 给你最强的这个温度了 那我们就不要说 在内服一些 昏迹的啦 或是油腻辛辣的东西 造成说内外都很热 到时候这个就变成说 虚火上演 或是说只是上火了就不行 贴肤的时候呢 它会一定会留下一些痕迹的啦 那这等到 不要让它起水泡就可以了 然后到时候拿掉 用湿毛巾轻擦就行了 局部的射速成见都是正常反应 甚至会有点骚痒 那都是很正常的 那有些人会觉得 这个刺啊 痒啊 难耐灼热感 这个时候呢 如果你有这种刺的灼热感呢 你就赶快把它拿掉 不要去抓扰它 抓出水泡来就不好了 好 这主要是三服贴的一个问题 那这个 其实就是说 如果你周遭呢 有这个机会呢 去做呢 那就去做 因为比如说虚寒体质的人 就很适合 那如果说你本身呢 就是一个肝阳上抗 什么叫肝阳上抗呢 就是脸部通红 血压特别高 全身热向的人 其实就不适合 所以还是要看你的状况 大部分呢 在美国这边呢 有比较多人是这个 因为美国 加州这边是比较灶了 那灶的话呢 相对来讲呢 就会比较容易干 那这个有火的 我们就不建议它贴 但是如果说你是这个 常常呢 需要进补 或者说你觉得这个 中年常常感冒 血液 比如说血小板也低 或者说你这个血红素 也比较低的人呢 我们就可以试着 还有这个放化疗的病人 也不适合做这个三服贴 刚好看到这边有人问问题 郭医生 三服贴除了贴药膏 还有什么特别的保养呢 比如饮食方面 另外三服贴 每年就要贴吗 好 回来这个问题 三服贴呢 大部分都是以贴药贴 去让它这个药性的 通透在我们一些指定的穴位 做一道保养的动作 那比如说刚刚或许讲了 肠胃的谢谢 还有这个比如说妇科的问题 还有你的比较虚 或者说睡眠 睡眠睡眠呢 比较说是睡不够的 不是热项的 都也是可以 主要来讲 还是看你是属于虚寒体质的 如果是虚寒体质的话 都很适合 那如果真的不确定的话 你可以问我 或者说呢 你可以去这个 你们要帮你贴的 中医师那边去咨询 你是不是适合 那三服贴是每年都要贴呢 其实来讲 最好是每年贴 贴三年 因为以我们之前的病人呢 他贴三年 差不多两年三年 他就很明显的效果 像过病过病很厉害的 他们贴到第三年 他几乎冬天就不怎么过敏了 这倒是真的是有这个根据的 那有贴就有帮忙 那如果说你今年贴了 明年过了三服了 三服的日子怎么办 那没关系 那我们就变成三九贴 刚后期来讲了 冬天来贴也行 或者说隔年的三这个三服贴 最热的地方再来贴 都可以 好 现在我回答这个 这位前嫌的这个Michelle的这个问题 好 那接下来呢 要讲的 这个三服贴大部分就是刚好这个日子 后学就分享给大家 因为很多病人就会问 或许自己诊所又在做 那很多病人就问说 这个三服贴到底是干什么的 那我有没有必要做这个三服贴 那这个三服贴到底有什么好处 到底有什么坏处 是每个人都要贴 那或许在这边做一个这个 检讨 跟大家讲 就是说 虚 含 体质的 可以贴 尤其是在这个西雅图那边 天气比较冷 或者说 住在比较北边的这个天气比较冷 像我们有个病人住在Vermont的那个病人 他那边比较湿 冷 那个就很比较适合 那主要还是看他的体质 好 接下来呢 后学要讲的就是中暑这个课题 这个让后学喝点水 最近天气比较热 那其实这个课题呢 后学我记得这个在第一堂课的时候 后学就讲过了 但是就是在拿回来 再跟大家讨论一下 因为毕竟时事的问题 现在这个后学知道下个礼拜 我们好像又提升温 这个温度又升高了 很多地方因为这夏天的关系 有没有觉得 这个我们我们通常常讲说 这个天灾人祸 这个不管是这个日本的洪水 北京最近好像也是发生了 很大的一个天灾 好像是也是洪水 然后这个我们这个加州也是天天一直在火烧山 那这个温室效益的状况呢 造成了我们所有全球的气候的温度越来越高 那温度平均都上升了一到两度至少 那夏天呢甚至我们这边这个电力公司都特别说我们要限电 因为什么大家都都要吹冷气 不吹冷气受不了 对没错 这个鼠天越来越严重 那后绝呢有有一个病人呢 他是他是铁人三项的 他很爱跑步啦 他我记得他每一次呢就是这个台北富邦马拉松呢 他都一定会参加 只要台湾的马拉松几乎都参加 那有一次呢他就是去这个训练 但是那个训练的时候 那时候他因为他平常上班嘛 只有礼拜六礼拜天可以 那礼拜六礼拜天刚好那时候比较热 那他时间刚好下午有有有事情 他只有只能早上跟中午呢 能去去操场去练习 他就不宜有他他就去跑 他一定是非常壮硕的一个这个35岁的年轻人 他就是觉得我们越跑呢 他除了比原本越喘以外呢 他会甚至觉得好像头晕目眩 感觉头昏昏的 没有什么力量 过不就是越跑越偏越跑越偏 然后就甚至昏倒失去知觉了 哇结果后来那个在操其他这个 在操场运动人看到他那样子 哇赶快叫救护车 发现他这个全身高热 甚至还有点怎么样 肢体抽搐筋卵 结果那个医生检查 后来去这个急诊 去挂了好像世代 世代葡萄糖液 抢救以后呢 才回复神志 然后来呢 回来这个中医调整 那给我们看 我们说哇你这个好险 有赶快是中急救 要不然的话你这个属于中鼠了 那中鼠呢 中鼠呢中医叫什么呢 中鼠叫做英文叫做heat stroke 我们不是说我们英文不要傻傻的跟他说 啊他中鼠了 你就说middle summer 不要这样讲 中鼠它有个专门名词 叫做heat stroke 好那这个中鼠呢 英文叫为什么要讲英文 heat stroke stroke是什么 stroke叫做中风 翻译成中文叫做中风 那heat stroke呢 就是鼠热中风 其实英文它讲的是很对的 在这个中医来讲呢 等于说我们的热呢 直重到我们的经络 所以我们 我们中文呢 讲中风它怎么形容呢 它讲我们中风是叫做 落脉空虚风邪入中 正见突然口脚歪斜 手足麻木 语言不利 甚至半身不遂 或肩见头痛 悬晕 凡照 大家看到 中风它的定义是这样的 是说我们风邪入中 然后直重到经络 造成我们嘴巴歪一边 嘴巴歪一边 然后意识不清楚 甚至说这个讲话呢 语言不利手足麻木 相对来讲 那再加 那那个热的中鼠呢 热的重经络呢 也是一样 但只是说它没有说 造成我们 我们这个中初性的 这个神经呢 歪斜 变成口脚歪斜 手足麻木 这些语言不利 但没有 但是呢 严重的呢 的确会变成都没有力量 悬晕 呕吐 烦躁 其实跟中风呢 这个症状 有大同小异 是加了一个热血进去的 简单来讲呢 这个 我们就是中鼠呢 是在外界持续 超过我们人体体表的温度 那这个我们体内的温度呢 散发出来 没有大导的那个散发出去的这个目的 我们叫做热伤害 那 我们平常现在这个 现在进去 我们是不知道了 有些店家还是需要 像我后学的诊所也是 你要进来看诊 你一定要先量体温 对不对 那大部分体温都是在哪里 我们虽然人体很温37度 半 对不对 但是我们在体表温度呢 都是35度以下 有时候34度啦 36度啊 热的话36度 有时候34度 有时候33度 那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人 小脑呢 会有一个中枢系统 是把我们体表的温度降至正常的 如果说你没有这个状况呢 你就会在体内呢 温度一直上升上升上升 那就会引起所有的机能的不足 比如说 然后神经也是 蛋白质分解也是 所以在炎热的夏季啊 如果说你要长时间的在高温 高湿 幅度强的天气环境下工作 我们大部分都是要怎么样 我们都是要排汗 排汗才能让你的温度下降 就像狗狗啊 狗狗他是没有这个汗线的 他要借助不停的舌头张开 然后不停的喘 用嘴巴的方式呢 把他的体温达到一个调节 如果他没有做这个动作呢 他会overheat 他会热筋软 热衰竭 一样的 人也是 我们经过排汗呢 去调节体温 因为流汗呢 有效降低体温 为什么 当我们流汗从我们毛孔排出的时候呢 我们因为身上的汗气呢 会蒸发掉 蒸发掉会让这个温度带走平均两度 一度到两度 所以排汗是件很重要的事情 比如说有些人这个 被火烧伤了 有没有 那比如说皮肤表面呢 比如说超过60度 damage 或是烧伤以后 他的汗线呢 损伤了 他没有办法把温度 从基表的这个温度排汗排掉 那所以他就很容易怎么样 很容易这个热衰竭 很容易在这个身体里面 去淤流很多的热 所以那个就很可怜 所以说为什么排汗很重要 如果说你这个排汗呢 调节的功能呢 发生混乱 我们这个人体呢 我们就会叫做热伤害 中文叫热伤害 好 那大部分的分成四种 我们从这个轻度到中度 来讲一下 我们以前阿嬷都会说 我们台湾的话 那个阿嬷呢 说你这个在太大热天下 你就丢刷丢刷 这叫什么丢刷就是什么 中暑 对不对 台语话叫中暑 福建话也是这样说 那大部分都会说 你这个太热了 头晕 呕吐 其实不是的 中刷其实是其中的一个名词 那热晶卵 我们先慢慢讲 中暑 热中暑 其实是很严重 很严重的这件事情 那我们平常说中刷 其实大部分就是热晶卵 跟热衰竭而已 没有到真的中暑 中暑 名词上的中暑 是非常严重的 但是普遍来讲呢 我们我们这个 我们以前 这个阿嬷阿公 他们这样讲 也是有道理的 因为就属于是热衰竭的 热伤害的一部分 好 首先来讲我们讲热晶卵 热晶卵呢 就是在里面 你看到 原重程度是最轻的啦 我们简单来讲呢 就是说在高温下呢 你持续的剧烈的活动 大量的出汗 然后呢 使身体的水分流失 造成呢 我们这个 一直流汗一直流汗 那你的钠甲离子呢 偏低或不平衡 那我们知道钠甲离子 这个不平衡的时候 我们就会怎么样 我们就会抽筋 我们那个小腿肚啊 就会抽筋 这个时候呢 你就知道了 哦 你有在抽筋哦 比如说运动来抽筋 流汗流太多抽筋了 你就赶快去休息 不要再过分的在热天下做运动 那这个问题呢 也出现在很多的 这个回台湾的这个病人上面 每次说 郭医师 郭医师 我怎么突然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 会抽筋抽得很严重 以前都不会 怎么现在抽筋抽得也那么严重 那跟各位这个 我们同修报告一下 大部分呢 如果说你在这个热天抽筋的话 一定是说你流汗流太多了 那我们流汗都会流到什么 我们流出来呢 就会流到钠甲离子 一定会的 那这时候呢 我们如果钠甲离子 一点混乱的话 就会抽筋 所以平常 你比如说你做农作物啊 或者说在这个 这种热天啊 一直在工作 晚上抽筋 你一定要怎么样 一定要喝一点点盐水 你喝的水里面呢 要放一点点盐巴 这样子就不会抽筋了 这是小撇步 跟大家讲一下 那或者是 你如果没有盐水的话 你买个运动饮料 也可以 因为它里面都有这个 它里面都有钠甲离子 都行 那记得 如果说这个 如果说你一直属于 一直出汗的话 晚上呢 也不妨 吃一个香蕉 也是可以帮助它 减缓这个肌肉抽筋 这个是一个方式 好 那 后学 讲到这个香蕉 后学要讲了 后学这个 后学妈妈 因为回台湾的时候 一天到晚都是买 买后学一大堆香蕉 香蕉一次就买 台湾香蕉好吃吗 就买 一大堆 一大堆 每天都一袋 一直买 一直买 一天都要吃好几根 那那个 后学就跟妈妈说 哎呀 怎么每天都只有香蕉 他说香蕉台湾最便宜 对 的确很便宜 但是香蕉 你们爱吃 也不要吃太多 因为这个香蕉 一直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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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甲离子会一直 一直高 一直高上 它会到变成 有些引起会肾脏的功能 所以我们来说 这个肾衰竭的人 不要一直吃香蕉 我说不要一直吃香蕉 是一天吃到五根 八根以上 那个就不要 平常一两根是正常的 特别讲到香蕉 讲到这个 跟你们说一下 好 第二个 看得到 热衰竭 热衰竭呢 其实严重程度 是第二的 它会有什么 它会有恶心 呕吐 冒冷汗 口渴 甚至有点发热 头昏 脑胀 这个呢 是属于比较严重的 主要都是说 你在这个 高温啊 闷热的环境中 大量出汗 导致水分 盐分 流失过多 然后呢 你脱水了 当我们知道 我们脱水的时候呢 会怎么样 我们身体的 血液的水拖出来 会造成我们血压 不停的一直往下降 就是因为血压下降 你才会觉得说 哇 我怎么全身无力 脸色苍白 好像这个 白纸一样 甚至有虚弱 恶心 呕吐 头痛 大家体温呢 就微微的升高 这个时候呢 就是属于热衰竭 这个情形的话 你要赶快 把这个患者 或是说这个病人 我们换移到这个阴凉处 除去它的这个 如果说有外套 或是工作服 除去它这个外套 那用冷水 或是说这个冰块 敷在患部 一些这个大动脉的地方 让它这个赶快降温 那因为这个 这个就发生在这个 这就发生后学 这个在诊所 这个 这个 这个问题 我们那个诊所呢 人就是几个吧 除了我们看诊 后面还有一个特别的 RG 它专门是主要的 它一天到晚 要主要煮 这个中药 一天可能就要煮 8桶到10桶 那一桶有些是14个人到20 14铁到21天 每天都是 你想想看后面的锅炉 一直在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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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后面又是加盖的 所以那个温度 我都特别高 然后他呢 需要是这个 这个后面呢 要去放 放温度要顾火 然后呢 要去前面抓药 这样一来一往 一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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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有一天呢 我们这个中午休息的时候 他就跟 跟跟后学说 郭医师啊 我怎么觉得今天 好累哦 很没有力气 而且我一直想吐想吐的 然后呢 这个很不舒服 甚至有点头痛这样子 那我想说奇怪啊 我们整天早上上班 都没有问题啊 怎么突然这样讲 而且他平常就是 矮矮小小很壮 动作很快 那我们那天 就脸色不好看 那后学就跟他说 啊你有没有这个 喝水 早上 所以水喝的比较少 但是早上一直很热 一直流汗 那我说 啊你水都喝不够多 他说对啊 今天早上太忙了 没有时间喝水 然后我说 那你这个体温如何 后学一去用这个手背 记住啊 你们要去 去感受一个人的这个温度的话 千万不要用手掌心 为什么 我记得后学以前 上课最记忆的就是 你们以前说啊 那个有没有发烧 手走就是在摸额头 对不对 问题是什么 我们人体 温度最高的就是在我们手掌心 你这个手掌心温插去 到底是你手上的热呢 还是他头上的热 不知道 要用手背 去手背去碰一下 哇 他体表温度 略显高 那他又特别说 他有恶心 呕吐这些症状 那后来就说 哇 那你这个真的是 你这个有点中暑了 他说真的吗 我说对啊 中暑 后学就赶快 这个配给了 后乡症气伞给他吃 顺便呢 当下帮他刮杀 哦 哦对 他还有胃胀气 吃不下饭 因为中午要吃饭 他吃不下饭的问题 我就感觉刮完杀 哦 他打一个好长好长好长的一个大哥 然后过了差不多五分钟十分钟 哎 他舒服 就舒服很多 哎 郭医师真的好很多了 那后面那个整个背部 一刮都是杀 所以他就是这个 中暑的这个 不是中暑的 热衰竭 热衰竭一个症状 他还属于轻症 他自己意识是很清楚的 那接下来 热症软热衰竭都是意识清楚的 当我们热中暑的时候呢 Heat Stroke的时候呢 哎 不好意思 最主要的问题呢 就是意识已经不清楚了 就昏倒了 你都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了 那个才叫我热中暑 但是我们这个 以前古早就觉得 热症软热衰竭属于 丢刷的一个部分 也是的 好 热中暑呢 是属于热伤害中最严重的 他会让你的身体的免疫中暑体温的调节呢 失常 甚至你无法排汗 等于说怎么样 你平常热的时候要流汗吗 他不流汗啊 因为太热了 热到他已经自我机制关起来了 我们交感负交感呢 混乱了 那你 你这个身体这个汗呢 不排出来 你身体就危机越来越多能量 越来越热量 这时候就是体温就会飙高 甚至超过40度 而且你那个皮肤啊 那个皮肤就一定不是 不是湿湿的 都是干的了 甚至没有汗了 这时候头温 头晕啊 恶心 这些都一定有的啦 甚至来讲呢 你心跳会特别快 超过110 你那个一搭麦啊 你那个 你个心跳一看就是超过110 甚至严重会抽搐 抽搐 有时候会口吐白沫 休克的都会有 那这个意思都往往都是不清楚昏迷 这个真的是 除了我们正常要 赶快把它降温 补充水分 而且这一定是要打电话送医的啊 因为这个再严重下去 会引起多习惯的这个衰竭病变 大家知不知道 好像是 好像上个月的新闻吧 好像是在甘肃还是什么 他们这个中国的一个 一个一个运动 还是铁人三项 然后呢 好像数十名这个跑者呢 后来呢 都是送送医院 因为他们好像跑好几天 好像在甘肃 还是什么沙漠 我或许忘记那个报道 跑到后来呢 都是这个昏厥昏迷 严重者呢 有一个叫做恒文基溶解症 大家有没有听过 恒文基溶解症 这个溶解症呢 简单来讲呢 我们人体呢 的蛋白质 在37度的时候呢 人体37度的时候 以下是活化的最好的 当我们身体的温度高到37-38度的时候呢 我们要怎么样 要代谢 代谢的其中会先烧的就是蛋白质 因为蛋白质过了三次 它会破坏掉 它就变液态了 它就开始融掉 那慢慢慢慢慢慢 融掉它会代谢 那你这个融掉的东西 你要代谢就两个器官 一个是肾脏嘛 一个是肝脏嘛 所以大部分呢 有这个热中暑到 红文基溶解症呢 甚至多器官 衰竭的情况下呢 往往影响的都是这两个器官 是肾脏跟肝脏 所以说这不是开玩笑的了 如果有发现这个 你平常看到我们接下来日子太热的话 有人直接 蹲倒在这个 你的前面或怎么样 不要犹豫 就直接开call 911 你要去确定它意识 模糊 昏厥的时候呢 就直接call 911 越早让它去输液 它会越早这个 这个器官就不会衰竭 尤其是有些人这个运动 在中午的时候运动啊 或者说是工人啊 一发现有这种昏倒呢 你就就可能要赶快打电话 打来玩玩 把他送医了 这个发生的这个事情很多了 因为太热的时候呢 就会有些症状 好 那咒鼠特点 刚刚都一一的讲过了 绝大部分呢 都是体温上升啊 心跳加速啦 还有这个大量的汗排出 但是热中鼠就连汗都不出了 脸色仓排 虚脱肌肉松软 头痛这些等等等等等等 严重的会抽搐 口吐白沫 昏厥 甚至上司医师叫他都 他都不知道你是谁 这个呢 就是中鼠的表现 那如何 中医如何正确的处理呢 中鼠如何正确处理呢 就是这几点了 没有别的了 然后第一个呢 就是迅速的远离高温环境 让病人呢 把他搬离到通风阴南的地方了 有条件的时候呢 开一些空调啦 或是让 或是风扇让他降温 有助于病人的脑部的血氧 供应无余 同时得到散热的效果 那天气热的时候 你当然要避免劳动 你不能在这高温底下行走 锻炼 激烈运动 你这样会 让这个后学刚才讲的 这个我们身体很多机能 受阻 我们所有的这个 恒温的调节是 从我们小脑中枢去调节的 那这小脑中枢去调节的话呢 如果他shut down 就是说 不出汗的话 哇 那你这个甚至脑部都会烧坏 这就为什么说 这个有些发烧发烧 不可以让他发烧超过40度 这个也会引起这脑神经 脑细胞烧坏 好 第二个 及时的补充水分 如果病人意识清楚呢 你可以喝那 给他一点 刚刚后学说什么 因为他纳甲就不平衡了 所以要给他一些淡淡的盐水 放一点盐水 然后让他喝 那你不要给他喝咖啡 也不要给他喝酒精 那这个是帮倒忙的 那如果说这个 昏迷的话呢 你也不用强行的喂水 你就甚至一点点沾在他嘴巴 他慢慢吸收就行了 那这边特别有讲 放盐 后面有个温质 大部分最好呢 不要用冰水 最好是用常温水 或者温水给他喝就好了 不要说他要降温就给他冰水 其实给他冰水是不对的 那后学后面会用一个中医的这个古文 去跟大家讲 为什么是要用常温水 好 第三个 迅速降温 对啦 迅速降温就很重要了 那大部分我们拿到冰块呢 或是这个冰袋呢 局部来讲呢 我们要用 我们可以用这个 放在哪些地方 放在腋下 腋下是因为我们这边 腋下呢 是有这个 所有的淋巴细胞的地方 你也可以放在哪里 放在耳后 耳朵后面这个地方 那也可以放在哪里 放在胯下 我们属西部那个地方 在翼窝啦 腹骨沟啦 这些有大动脉的地方 会帮助局部降温的比较快 如果必要的话 你也可以放在额头前面 也可以 额头头部也可以 属西降温 如果你没有冰块 怎么办 没有冰块的话 赶快用酒精 几股精也可以 再没有酒精怎么办 用温水 或常温水也可以的 用温水插住 插这地方 然后用扇子 然后风扇 然后让他赶快 让他皮肤降温 好 再来就是霍香正气伞 哇 霍香正气伞 这是一个特别的一个方 但属于温命调病的一个方 那这个方呢 后学很记得 有一次这个 后学去福州 那时候有一个一贯 宝光玉山的一个一贯道总会的 不是一贯道总会 宝光玉山的这个祭祖大 祭孔大典 那我们这个宝光玉山很荣幸 所有的人员 太阳直射了 所有人都站在那个下面 就是那边 礼声呢 就是要端东西 声乐的呢 就是要奏乐器 有些年纪大的老菩萨 甚至是六七十岁的 都是自助 跑去福州 参加这个大盛会 毕竟是这个中国大陆 第一次邀请我们这一贯道 这个宝光去做这个活动的 那这时候呢 看了很于心不忍 因为实在太阳太大了 第二天后 一大早记得 他们就给我们每一个人呢 一小一小个 叫做霍香正气水 你在中国应该都不陌生 霍香正气水 我说哇好棒啊 都给我们送饮料了 一看 哇霍香正气水 所以我觉得我们老祖宗的智慧 都很聪明 我们先预防 我们知道太阳要大了 我们要怕这个 怕这个每个人中暑 所以每个人都发一小瓶 这个小小的霍香正气水 浓缩的 哇喝下去 通体舒畅 喝下去那个辣 那个可能是有点点乙醇 喝完就很辣 醒老 然后这个预防的咒又很强 结果那时候的这个预言 就顺顺利利的 预言结束 然后第三天呢 我们要正式开演的时候 不骗你 感谢仙婆自卑 我们在表演的地方呢 就刚好那一片云 照射在我们所有 我们 我们所有人员的这个天空上面 其他地方全部都是 热热 就太阳直晒 就我们一片那个白云 遮在我们上面 波老师帮我们遮住一下 然后我们顺利的度过 所以这霍香正气水呢 后学记得非常清楚 那其实霍香正气不外乎 就是属天最重要的一个方式 那霍香呢 它里面还有指数啦 破合啦 这些仓足啦 这些是趋师解表的一个方式 那这个在中药来讲 是非常值得用的 好 再来第五个就是刮痧啦 刮痧就是我们大家 普遍来讲都知道的 刮痧 那这个大部分的刮痧用在哪个地方 刚或许说过了 用在这个热衰竭热精卵的时候可以用 热中暑呢 也可以 但是这个时候要赶快就医了 打电话叫医生来的 这个时候呢 你要帮他刮 我看也很困难 他都已经失去自觉了 所以这个是刮痧 谁还说 先造中暑的啦 轻震中暑的啦 特别要用 好 那这个 刮痧呢 后学要来放一个影片 给大家看一下 刮痧是怎么刮 那因为 或许自己一个人 没办法操作嘛 所以呢 后学这个直接 给你们看比较快 我们看一下这个 扬眼的这个 壮男 看怎么刮痧 我们个案先投低一点点 那我会建议有的人会说 脊椎不可以刮 可是其实我们应该 是要刮脊椎 包含说最近有篇Paper 他就刮 那个糖尿病患者 你才一轻轻刮就会 因为他是 这只是红而已 他还没有到痧哦 对啊 因为他是真的拿来刮痧 所以他会 就是很轻柔 所以为什么我会说气聚很重要 因为他是压力跟力之间的关系 所以如果说我今天轻轻的 然后这个刮痧盘 是专门用来刮痧的 像大家可以看到说 他在这个地方 他已经有出到黑点砂 黑点砂耗发在关节里面 所以代表说 他其实在脖子的关节 这边是动的比较多的 然后这边然后也搭配一个折痕 所以我们可以从 我们会说 他关节那边有 因为我可以看你的沙土 然后看这个人 包含他的情绪 他是比较容易压抑 身体的伤 沙会知道 对 所以我们都会看沙土 然后后面呢 你们看一下 给你们看一下后面 你看他后面有几个 这个先红沙 红沙 暗红沙 黑点沙 这黑点沙是最严重的 就是我们淤字最严重的 那这个红沙 暗红沙 是平常我们会出现的 那这个两个状况都比较轻 我们继续 所以我们都会看沙土 然后后面呢 然后这边一样就是往下轻刮 那你会发现在轻刮 然后又一样都出来 你应该没有到很痛 对不对 一点很痛 但你还可以接受 OK好 然后你看他力道清云 中间这个紫色的 就是要补充一下 我们的油 然后这是正中间 刮完之道之后呢 好 从旁边这里 从法际先下缘 一样往下刮 然后你可以假如说会痛 刮个两下 再把它顺下来 刮个两下 然后再顺下来 那下面这边叫做斜方肌 如果你要刮斜方肌的话 一定要有一个重点 就是过尖峰 这叫尖峰 过尖峰 这个是重点 一定要过尖峰 所以可以从上面拉下来 从上面拉下来 高荒疼痛也是很多人都有的 那这边一样就是往下刮 那像道选他练的肌肉 其实是很壮 然后线条也都很好 那你只要有练过 凡练过必留下痕迹 所以你应该是会有点痛 因为这边又开始出砂了 那如果说是在肌肉层里面 我们刚刚实在上面没有 这个叫做黑猪砂 黑猪砂 对 黑猪砂 黑猪砂是耗发在肌肉里面 黑点砂是耗发在关节里面 而它走在这个胸罪的部位 其实是代表的是心肺的反射去 所以平常应该是多多少少 会有点胸门 而且前胸后背是一起的 所以前面也会有 而且包含就是我们皮肤的状况 不然是暗斑痘痘 它其实都会互相影响到 所以我们后面的话 一样就是这样往下刮 这是后面的部分 那接下来我们要示范 好 这个就是它刮沙的一个方式 那或许顺便也给你们看一下 这个刮沙 在美容 中医也有美容这个department里面 这刮沙也可以用在美容的这个地方 大概看一下 但是它刮就不是要刮出沙来了 其实代表就是清点 清点脸部的穴位 比如说这个是木内吃 那木外吃童子疗 鼻中的两侧 比如说这个 我们的鼻翼两侧 鼻唇沟这个地方 它就是属于清暗的动作了 然后另外一个水面 是在这边 然后对应着黑眼球的下方 好 这个就是大概给你们看一下 连这个刮沙 它都也用在我们的美容方面 美容方面也会有这个刮沙 那其实它不是刮出沙 它就是点刺的一些 比如说我们皮表 因为我们皮肤会暗沉 就是因为说我们的皮表 这个肌肤吸收很多的色素沉淀 太阳光的紫外线的照光 细胞没有活化 我们平常不会去揉脸嘛 我们也不会说去做这个换肤的动作的话 有些男孩子也不会去做 那这个轻轻的去把它做按压 相对来讲 我们会刺激脸部的胶原蛋白 还有脸部的这些 我们这些的这个油脂 它会相对来讲 刺激以后会表现在你的皮肤上面 会变得比较光亮比较白 所以这个在综艺里面 也有一部分人会把这个用刮的这个地方 去做脸部的这些美白 跟脸部的调节也是有的 好 那刚刚那个壮男那个地方呢 我们就不怎么说前侧了 因为前侧有些特定部位 比如说胸骨饼可以刮 其他地方我们大部分是不会刮的 那尤其是这个现在现阶段来讲 大部分刮刹都是在背出血 因为不管我们中暑啦 或是说这个肌肉紧绷的话 大部分都是在背部 前面呢属于阴份 阴份的话我们就不怎么 不怎么去做刮刹的动作 除了阳经的胃经 足太阳胃经的 足太阳膀胱经 还有这个足阳明胃经 胃经是在前侧 这个地方有时候会刮 还有这个刃脉会刮 其他地方都不会刮啦 那这个刮刹呢 古代就有了 在史记的扁鹊 苍公列传里面呢 就特别有讲到扁鹊呢 乃使地子子阳呢 立针鞭石 立针就是用针灸 用针鞭石就是我们这个石头 扁的石头呢 去做这个治疗 以取外三阳五会 三阳五会就是我们所说的百会 就是在我们头顶最高的地方 那这个一案呢 是没有写下来 但是问题是用这种方式呢 它会组这个百会呢 是因为百会是我们诸阳之会 所有的这个阳经的这个都会汇集在这个 这个地方 那所以说他们这个百会穴呢 去做治疗 相对来讲可能是这个肝阳上抗啦 比如说 头晕 那个目刺眼红 要中风的情况啦 或者说头痛啊 发脏啊 热的时候要卸这个阳气的时候呢 就会在百会做针刺 或者说去做这个推 这个刮刹的动作 所以应该是这个动作啦 但是我们刮刹呢 我们平常不会去刮到百会啦 我们会刮到什么 刮刹呢 我们会刮到下面几个点 或许会跟你们讲啊 我们先走这个点 风磁穴 会先刮风磁穴 风磁穴 大家看一下这个图片就知道了嘛 这个地方呢 这个很长呢 在我们肩颈左右转弯的地方 靠近我们耳后 跟我们后面顽骨的中心点 那个地方 风磁穴 风磁穴又是很方便的一个 可以不管是我们眼睛昏暗啦 或是肩颈头痛啦 地方可以用按压的方式 或是用刮刹的方式 这条呢 到我们肩膀下面这条呢 就是左右两边都可以刮刹 都可以刮刹 那主要刮呢 是刮膀胱筋的啦 为什么 我们刚后学刚刚不是讲的吗 这个膀胱筋 是足太阳膀胱筋 是足一身之表嘛 太阳膀胱筋 不管风寒属丝造火 这个三幅的时候 我们讲风寒属丝造火 第一个侵袭的就是我们背部的膀胱筋 简单来讲 膀胱筋就是我们身体的这个防卫系统 自身免疫的最外部的一个外围军团 就是了 那如果说这个地方攻破了以后呢 哇 那就会直接把这个病带入到我们的胃啦 肠胃啦 内脏啦 中医是认为这个 等于说它是属于一个护城河啦 防光筋就是一个护城河 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去把我们膀胱筋呢 做一个疏通 那就是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两边的肌肉 这个两个地方 你可以 这个大家看得到吗 这个放大以后应该看得到 在这个区块1的地方 他也是说这个后面的脊椎这个地方呢 其实是要刮的 因为这个脊椎中段这个地方呢 刮下去呢 它这个旁边有很多的 我们所有的神经细胞 神经都从这边出来的 不管是我们的胃的细胞啦 胃的神经啦 这个手部的神经啦 全部都是从肝胺肠胃 都从这边有反应点 所以这中间这个地方一定是要 一定是要去做刮杀的 再来就是这边2 1跟2这个地方 这两边呢 都要去刮 都要去刮 那3 4这个地方呢 我们见仁见智 看什么问题再去说 大部分都是在肩颈 风池这片 我们斜方肌这个地方 从后面到斜方 在尖锋这段 这个这块 大家看得到我的视频 看到我吗 给你们看一下 就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一定是要刮的啦 后脑部这两边的肌肉 这两边的颈部的肌肉 这边是一定是要刮的 那我们刮的时候呢 你们不知道有没有实质刮过 你就拿个刮砂板 以前呢 阿嬷阿公没有刮砂板的时候 是用什么 是用汤匙 对不对 或是用钱币 都可以 但是后学建议 还是用这个比较顿一点的 刮砂板 那这个刮砂板 比较顿 比较不会痛 那你刮砂板进去的时候呢 压进去同一个方向 一定要放油哦 还有 要刮砂的前期之下 是一定要让病人喝水 我要再重强调一遍 如果你们以后呢 有机会要帮人家 病人刮砂的话呢 没有关系 先让病人喝水 常温水也可以 喝完以后再刮 不要抓起来就来刮 先让病人喝完水 喝完水过一阵子呢 好 再帮他刮砂 后学说的 从这个风磁穴 这个两边的树枝机 这边旁边 到你的尖峰这边地方 做同一种方向 刮 一个同一个方向 平均 你先刮一次 大概刮了先刮个十次左右 力道呢 也不用太重 大部分呢 就是以那个刮砂板 压进去 陷进肌肉 就可以了 不要使力哦 不要太用力哦 压进去以后呢 再往同一个方向 慢慢的 同个速率呢 刮个十次 有砂就有了 没有砂就没有 不要说 哇 我刮都没有看到砂 我使命的刮 刮到它整个黑掉 初学 甚至整个流学 不是这样的 刮砂我们要的一个点 就只是让它的砂出来而已 好 你看这个 刮砂的工具 你可以看到 它这边有写 这个比较属于光滑的 不易损伤到皮肤的 一定要搭配什么 搭配润滑剂 润滑剂可以是 麻油 芝麻油 油 或者是说万金油 破合油 都 凡士林 都可以 那为什么我说这个 这个万金油 曲风油 跟这个 我们说绿油精都可以 为什么 有没有想过为什么 因为我们刮砂 主要的问题 是要让我们体表的温度下降 对不对 中暑了嘛 我们要把这体表温度下降 那绿油精跟破合油 它们都有一个 它们都有破合 破合呢 是发汗解表药 很多时候中药里面呢 我们都会掺杂的凉凉的 那个破合 去让你发汗 去让你解表 所以破合油很适合 那刮砂的时间呢 就是我刚刚后学说 同一个部位呢 你先以十次一个单位 十次一个单位完了以后呢 再换另外十次一个单位 再往中间脊椎 十次一个单位 如果还可以的话 可以做三次 所以平均一个地方 刮三十次 然后力道呢 就是结构于在 你那个刮砂板 压着下去的皮肤 为主 然后呢 往一个方向 刮十次 就可以了 不要来回 不要来回 好 那这个在西医的这个 他们也特别讲 这个 他们在这个期刊里面呢 在这个Nielsen 这个写期刊 这个特别也有讲 他这个在 在美国 他这边也属于有上了期刊 说刮砂的这个问题 是怎么做的 是用平滑的器具 在润滑过后的身体表面上 进行重复 且单一方向的压力俯按 直到出砂为止 好 那还有一个穴位 叫大椎穴 就在你的这个 很简单 我们头一滴下来 左右移动的时候呢 有一个骨头 最凸的地方 那不会移动 那个叫大椎穴 为什么说 督脉一定要刮 因为要刮 就是刮这个大椎穴 大椎穴呢 在中医来讲呢 它是属于解热 解感冒 流行性感冒 驱风热的 最重要的一个穴位 所以说 如果说有热症的话呢 甚至我们可以点次 在这个穴位上面让它出血 它能叠到这个解热的一个作用 所以说这个地方一定要刮 那刮痧呢 在这个西医的这个所有的paper里面呢 他们也特别有对讲 对于慢性颈部长期下背部疼痛呢 有明显的这个颈部 就像刚刚那个壮汉一样 它在第三第四节 那个也不是 一个第六第七节左右 还是第五第六节的地方 它有黑砂 有没有 那个就表示呢 它平常呢 这个脖子这地方呢 有受到损伤 所以它有黑砂 那其实这个黑砂呢 大家会认为说 这个黑砂呢 是什么 西医会认为说 这个是局部让它出血 让它这个有解热的作用 但是你们没有想过 这个初血为什么是杀状的 为什么不是像我们平常 状到瘀青一样那种 大部分面积的整片的 反而是一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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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呢 所以说西医认为说 这个是局部的初血 也是对也是不对的 那就旗然 我们后来发现 其实不只是 应该是属于淋巴回流的 系统 微血管的初血也有 都各一半 那不管怎么样呢 我们把这个病理部位呢 简单你可以把它想到 是一个这个荒郊野岭 有很多这个废弃物 那你刮沙 把它刮开来 就等于开辟一条道路 开辟一条水管 让这些废弃的东西 透过这个水管 能排泄掉 不管是出来表皮 或者说内部的去代谢 都是很好的方式 所以刮沙有起到一个这个作用 那比如说他这个期刊里面呢 对于更年期妇女呢 她们所出现的疲劳 脸部潮红 倒汗 失眠 头痛 情绪不稳 发现刮沙也有改善 她的生活品质 那台湾团队也有研究说 这个产后妇女的乳房 肿胀的问题 她发现刮沙以后呢 对于妈妈这个不适感呢 她有得到帮助 所以刮沙呢 有很多好处 所以不要以为这个阿公阿妈 跟你讲的是不对的 或者说以前那么觉得 刮沙那个是这个 刮沙这属于是这个民俗疗法 不是正规疗法 错了 我告诉你们 这个在那个菲律宾 菲律宾 我以前也不知道 后来是这个在临床上面 我发现我们有菲律宾同学 她说刮沙跟拔罐 在很早很早以前 他们就有了 他们是属于在那个非洲 不是非洲 菲律宾当地的这个 他们当地的原住民 就会用这个方式去治病了 所以不是只有台湾 也不是只有中国 有这个方式 很早很早 这刮沙就有了 只是说我们文献写的比较好 是在于这个 在这个死记的时候 就有讲到是用这个刮沙的方式 去治疗治病了 所以刮沙其实是 治疗病的一个方式 而且重点是 它并不是侵入性的 后期常常讲 不管是在哪里 我知道有些 不管是道庆还是有些人 他们 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打疫苗 有很多人是不打疫苗的 台湾也有很多人不打疫苗 那不打疫苗的状况 它的concern有什么呢 第一个 不外乎就是说 打完疫苗可能会引起 副作用 比如说这个AZ在台湾 他们就说会这个血栓 有些人会副作用 会不舒服 之类点点等等等等 这些问题 那好 我们先不管这个对还错 你们都会排斥打疫苗的 那相对来讲 中医是不是相对来讲 对你们来讲 应该是更容易接受的 一个医疗方式 对不对 因为中医这个刮沙 我们不侵入吧 我们只在表皮上面 把它用那个调解一下 用中药也是天然的 既然你怕这些化学产物的话 那中医相对来讲 你可以 会比较放心吧 所以后学很提倡说 如果说有些问题的话呢 你可以找你们临界中医师 或者说这个传统医学的方式去调整 好 那我说了这些那么多可以刮沙的 除了中暑 除了这个景象痰痛的 这些地方可以刮沙 或是这个 那有些什么地方不能刮 特别就要讲说 大病出于正气虚的不能刮 糖尿病的人也不能刮 怀孕的妇女为什么不能刮 因为肩颈穴 还有啊 血癌的 我们这个血癌的 血小板不足症的 可能PLT很低的 这个怕出血的都不适合刮沙 好 那其实这个刚刚说的 这个是阳暑 还有个阴暑 阴暑就是说 比如说你以为待在冷气房 就不会中暑吗 其实待在冷气房会中暑 为什么因为你外面热 你进冷气所有的毛孔都收缩了 遇到冷嘛 收缩了那你汗没法排解 那是不是一样跟热中暑一样 是不是就是属于 好气伤阴 暑热在内 痰湿在外 这个最容易在什么 在这个百货公司 在你们老公司里面 那个冷气 很强的时候会造成这样子 神昏疲倦 景象僵硬 这个时候呢 也是适合 这边有讲用消暑茶 就像霍香蒸汽水一样 很适合 这个用霍香蒸汽水跟刮砂 也是可以用刮砂的方式治疗 所以有些人带在房 带在这个冷气房里面 也会有 也会投身沉重 失之困倦 胸闷恶心 大便便糖 这个时候呢 你也可以试试看刮砂 如果刮出砂 那就是可以得到舒缓缓解 如果没刮出砂 就把它当作是一个 舒舒服服的按摩 也可以 那不建议每天刮砂 刮砂大部分你刮一次 要等它出血点呢 全部结束以后呢 才可以再刮第二次 不要天天抓起来的人 全家大小都在刮砂 这样是很不对的 因为毕竟呢 一直刮砂 它一直破坏到皮肤呢 如果说我们平常有胆固醇 就知道 有些人刮砂 刮到后来 会有很黑很黑的 一块一块一块 那是什么 那就是我们血管里面的一些 酸性物质 比如说油脂性的物质 如果说你会发现 有些人胆固醇比较高 三酸钢油脂比较高 那个地方 血管大的地方 就会凝块的那地方 那如果说你一直刮刮 让它结块以后呢 它会阻塞 那就不好了 所以我们刮砂 就像我后学刚刚说的 刮十次 那个力道适中 过了如果没有砂就没砂 有砂的话 出来就可以了 不要使命的挂 好 那这边特别讲说 为什么要补充水分 是要有盐水 甚至温水 那各位提供参考 因为古人 对于种属猝死的方式 有特别讲说 凡蜀月道中 道中种热猝死 以路上热土为奇 令人尿其极火 将汤同便成热 皆可灌之 或用热土大蒜等份 倒水灌之 或至日中 或令静火 以热汤灌之极火 切勿即冷水 反卧冷地 正如冻死人 若惧静火 直死 意思就是说 对于这个种属猝死是怎么样 就是说 你把他灌于冷水 放冰块 让他握冷地 让他突然冷的话 他反而会死掉 意思就是怎么样 因为他的表皮的汗 表皮的皮表的汗液 汗线 已经阻塞掉了 你反而灌冷水 然后放在冷地 他的皮肤表皮温度降不下来 他反而会热衰竭 体温中速会过高 相对来讲 他以前就是说 用路上的热土 围在肚脐上面 用铜脂尿 让他喝 让他活 姜汤 其实我们不用 说实在话 这个阴属 用一个方式就可以了 泡茶 你们有没有发现 好的老茶 或者好的茶 喝了凉杯以后 全身开始发热出汗 有没有 或许在台湾 那个有时候冷气 冷气房 因为上班 有时候中暑休息的时候 喝个好的茶 喝个热茶 全身就开始冒汗 日发汗 冷气再强都还是在冒汗 这时候呢 就会让你的体温降下来 所以或许来说 这个中暑的切记 不是一直逛 逛逛冰水 用常温水就可以了 可以的话 甚至给微微的 绿茶 都会效果非常好 这就是后学 这个报道 现在 以上讲的 这个课题 好 那后学就 参参吃吃 讲到这个地方 现在也 差不多快半了 讲不圆满的地方 各位 这个 谢谢各位 前嫌 点赞是 指正 还有如果说 有这个兴趣的话 也可以 也可以跟后学的 讨论 然后就讲到这边 我会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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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